运用画布档 我们在上方的这个新增功能表这边 可以找到新增画布这个功能 那点选之后呢 找到我们所制作好的这个画布档 或者我们说范本档 按下开启之后 那这个档案呢就被读取进来了 不过呢现在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这个背景的部分啊看起来非常的奇怪 所以呢我们可以来改变一下这个属性 在样子这边我们点选第一个这个叉叉 好那我们就会发现呢 这个样子呢已经变成是一个透明背景的状态 那符合我们的需要 那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刚啊 在制作范本档的时候 有把它的这个背景啊制定成透明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 它的这个大小跟它的这个范围呢 还蛮一致的 所以呢就不会有太多多余的这个部分出现 好那接着呢我们直接在这上面啊 快按两下 好那我们就会发现 原本只有一层画布 现在呢又进到了第二层的这个画布来 好那因为它是一个文字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上面按下滑鼠的右键 来进行一个文字的一个修改 好那我们按下确定之后呢 那我们会发现这个文字的部分啊 它可能位置呢会就是跑掉了 但是至少它的这个形状的部分呢 我们不需要再去调整 因为它会根据我们所之前制作的这个画布的这个样式呢 来做一个这个呈现 好那我们只需要呢 再把它移动回去这个透明背景的这个范围里面去 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一样 在调整大小的时候 尽量呢让它的这个字的大小 跟它的这个透明背景的这一块范围呢 取得一个一致性 好那接着呢我们点一下上一层的这个画布 我们就会回到原本的这个照片来 好那就可以了再去做一些其他的这些调整的部分 好所以我们如果事先有做好许多的这个范围档案的话 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节省了我们在一些制作的一个时间